快点洗澡 这个进来拿睡衣 去冲凉 看哪里 看 你不是说一床被子吗 什么意思 今天你睡隔壁吧 今天你睡隔壁吧 你看一下 今天我打灯了 这里还有一点红的 可以玩笑的吧 就要去隔壁睡了 可以玩笑的 你没听我声音变了吗 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还以为你变心了 以后我就隔壁睡了 那我不答应你 隔壁其实我已经刚才铺了一半了 对了那个枕头我拿给你 爸爸 说你好这样你就好了 对 你真棒 来 你看 你看 我的这个声音 还像我自己的 你感冒也不能怪我呀 你自己没割到被子啊 不怪你怪谁呀 啊 到底是谁往上把我的被子撤掉了 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啊就是啊 现在你看 这个家伙他又不过去这个小床上睡了 他不是喜欢挤在今天睡吗 我怎么样 还睡 自己一个小床他不睡 每天等我早上起来我就没有被子了 都被你全部撤掉了 自己有个小床还不睡 难怪我吗 小床 他不睡 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到 你不知道吗 睡到半夜他就跑过来了这个人 每天都是这样子 你说怎么办 每天还要挤他中间那个位置 你说怎么办 睡你自己的小床呀 你睡小床 小床 我不包了 我要到这里睡 难道你也要挤在中间吗 你睡你的小床呗 嗯 小床太小了 我睡不着 小床就小孩子睡了呀 我不管 太小了 小床感冒了 嗯 那肯定了 他说的话都要做 我只是忍住了疼痛 才没有感觉的 我们都是被你 都是你造成的好不好 爸爸 晚上不要提被子 睡好觉了 我已经 我长大了 已经想要睡好觉了 那你每天晚上提被子 没关我吗 好了好了 去去隔壁睡 隔壁睡 那就在就在旁边加上被子吧 不行 我就隔壁睡睡不着 主要是这个两床被子叠在一起的话 不是很难睡觉啊 这样子 你看这个 被子给你弄好了 整个给弄好了 那边的话 都垫了 这老夫老妻十多年了 还要分床睡 不害怕 这不是仗屎吗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这还像两夫妻 这不是仗屎跟你讲吗 是仗屎 那时到时我们就睡习惯了 我们都不过来睡 不过来睡 那就不过来睡吧 先把他拿过去 你拿吧 我拿不起 谁让你有反对的 那有什么奖励呢 这 咱们感冒好了肯定有啊 你有什么事啊 你们健康 我只好牺牲一下我肚子 睡觉 不洗澡睡觉 给你好吧 哈哈哈 还好 我姐姐晚上就睡这里了 嗯 两隔壁看到没有 两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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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是不习惯 一个人更宽敞 没人敞杯子 这里我今天下午收拾了一下 嗯 原来这个床全公司堆盲东西的 这个房间一直没谁在睡 就是我会给每个客人呢 试一下 有没有吃药 吃药 吃药 那两个人都吃了 让妈妈睡觉 嗯 这样子在那里住 我都已经黏在你这里了 好 今天晚上给爸爸睡了好吗 你约在这里睡 就在这里睡 嗯 不要啊 不要 不要睡 儿子喜欢你爸爸 赶紧不睡个小女孩 没死你 不要欺负我现在 那个 我是他生的 你儿子是男生 爸爸 好 吃吃 我吃掉了 爸爸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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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药